很可憐,不知道是否抱狗仔錄得多 還是電腦用得多 手的關節位腫了 老公的朋友介紹了一間鐵打 三劑包餃店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這隻手 就是這間位於深水埗的乾永順鐵打 乾神醫館,我來了 看完了,包得像豬蹄一樣 很大副藥,收了250元 一開始就好像有照燈 令你的手熱了,不斷地拆掉 之後就有一部機器 好像那些運動按摩窗一樣震鬆 然後就敷藥 那副藥真的很大劑 而且他們很好人的,是兩個老夫婦 250元還包了兩次的藥 每次吃三粒是一些中藥材 他們也不靜靜 他們說因為我初起就來看 應該是一次吃兩粒藥就會康復了 那這副藥呢,就要敷過夜的 敷大概八至十個小時 如果中間覺得痕敏感的話 就隨時除了它 好期待啊,希望明天早上康復了 因為今個星期還要大便和咖啡去玩 咖啡,不要跳 咖啡,抱不了你啊 咖啡,咖啡 你睡了一晚都沒有流藥的情況 你可以看一下 那副藥真的好大副啊 好多啊 而這隻手呢 現在這樣拎也不通啦 正 我這隻手呢 種得好厲害啊 真的很癢啊 特別呢 沖完涼濕了水之後呢 癢到叫救命啊 原本想著 因為家裡有一些 1%的雷固醇藥膏 和敏感藥的 但是呢 塗了一兩天都不好 越來越嚴重 現在決定去看醫生 順便看好不可以打一支敏感針 因為已經呢 起了水泡 有些小小小小小小的水泡 那 都是那一句啦 就不關那種意思的 如果中間覺得癢 敏感的話呢 就隨時除了它 我建議就算它說可以敷過的東西 都千萬不要 除非你試過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敷藥呢 我想兩三個小時就可以的 如果好像我這樣 有嚴重的敏感歷史的話呢 就直接不要敷了 或者去按一下 寧願多多幾次這樣 因為敷藥就快點好 但是你看看 我一天好回來那隻瘦 但是 醫皮膚敏感 就不知道要醫多久了